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主前三一二年 瑞利亚的塞留古皇朝 接管由亚历山大大帝所占领的犹大地 亚历山大大帝自统治以来 从来都不会干预当地的宗教 但塞留古皇朝接管之后 却奉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主前一八六年 安提亚四世继位 他强迫犹太人敬拜偶像 不允许他们行葛礼 守安息日 逆者全家处死 当时有数万名犹太人 因为坚守信仰殉道而死 主前一六七年 安提亚四世率军来到耶路撒冷 涉足圣殿 他在圣殿里安放宗师 Sus的神像 立宗师的祭坛 甚至在宗师的坛上 献朱祭给宗师 将朱血带入至圣所 虔诚的犹太人 对这件事非常愤怒 但又感怒不敢言 一个犹太人为了讨好长官 竟然上前献祭 年老的祭司马他提亚 看到这件事 当场用铁锤将他杀死 他的儿子也将敘利亚军官杀死 之后 虔诚的犹太人武装起来 以游击战术 对付敘利亚官兵 同亲希列派的犹太人 这是犹太史上著名的 马加比革命 革命之后没多久 马他提亚去世 临终的时候指定三子 犹太继续领导 大家拿称犹太为马加比 意思就是执铁锤者 在主前165年 犹太人攻入耶路撒冷 在基斯刘月25日 进入被尖窝的圣殿 清除所有异教物品 光伏圣殿 在圣所里面的金灯台 原本是点燃着不可熄灭的灯火 因为长年没有祭司打理 灯火已经熄灭多时了 当他们预备将修缩洁净的圣殿 奉献给神的时候 他发现 殿里面只是剩下一瓶纯正的圣油 可以用来点燃金灯台 这瓶圣油只是足够燃点一天 但是祭司需要八日的时间 才可以贡献更多的圣油 结果 这一瓶圣油竟然好奇迹地燃烧了八日 使圣殿大放光明 从此 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一个神迹 每年基斯流月二十五日开始 会有一年八日的慶祝 这个节日被称为 看老家节 Hanukkah 即是光明节 亦称为修殿节 每年 家家户户在节兴期间 在家里 房顶 行人路 会堂 酒店 或者任何可以放置的地方点燃灯台 亦都会互相送礼道贺 而修殿节的灯台有九支 正宗的一支通常比较高 是用来点燃其他八支的 那八支是纪念节旗的八日 在节兴期间 每晚都会点燃一支 未见 énergie 未 mit 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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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感谢观看